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也是人类互相伤害的武器 明明是关心 说出口的却是指责责备 明明是认可 说出口的却是讽刺挖骨 明明可以好好回答 说出口的却是反问嘲讽 多少家庭的矛盾都源于表达不当 好的家庭关系语 语言表达有着莫大的关系 特别是说话的语气 想要家庭幸福 从改变你的语气开始 粗鲁的反问 举例 你的东西我怎么知道 你自己不会找 你没长手吗 你心里没点数吗 想象一下 假如你家有人经常这样反问你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不舒服是基本的 听朋友说起这样一件小事 他和妻子去外地旅游 到了酒店 妻子想去超市买点东西 因为不熟悉路 就随口问了问他 这路该怎么走啊 朋友路途有点累 正躺在沙发上玩着手机休息 听到这话有点不耐烦 你问我我问谁 你自己不会用手机导航吗 话音一落 房间沉没了好几秒 朋友也愣住了 抬头看到妻子的脸色果然很差 好在他意识到自己语气不大好 马上和妻子道了歉 有人说情商低的人都很擅长反问 当一个人用反问的语气和你说话 传达出来的是强烈的谴责 莫名其妙的敌意 加上高高在上的姿态 让人很不舒服 不仅如此 对方反问的语气往往显得自己的问题很可笑 你能从对方的语气中听出来嘲讽和攻击 和家人沟通 要慎用反问句 充满冷漠的不耐烦 举例 就没见过你这么不听话的小孩 你真烦人 能不能安静会 你有完没完 不耐烦是怎么伤害家人的 老家有个亲戚 老人家70岁了 刚刚学用微信那段时间 也为不熟悉 又不会打字 非常吃力 经常会打电话去求助儿女 前几次孩子们还耐心递解答 次数多了 他们就爆发了 哎呀 爸 我不是前几天叫过你了吗 你怎么老是记不住啊 我这上着班呢 老人家听到回答是 慌慌张张挂了电话 一半是羞耻 一半是自责 也许 儿女的不耐烦不是有心 对老人的伤害程度 却不会因此减轻 最亲近的人 如果经常对你不耐烦 很让你委屈和自我怀疑 怀疑自己就是一个麻烦 父母对孩子也是一样 很多父母在辅导孩子 做作业的时候 也经常表露出 不耐烦的语气和表情 当看到父母不耐烦时 孩子的感觉可能是 自责 爸妈觉得我烦 使他们嫌弃我们 委屈 我只是一道题不会 却挨骂了 自我否定 我可能真的很笨吧 所有的感觉夹杂在一起 就变成了手足无措 口是商人府 言是割舌道 相比直接的妈妈 不耐烦的语气 带来的伤害是隐性的 不易被察觉的 不知不觉中 拉开了你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豆腐心 刀子嘴 举例 穿这么少 冻死你活该 没张眼睛吗 不看着点车 你就坐吧 生病了不要找我 知乎上有个提问 有一个刀子嘴 豆腐心的妈妈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有一个回答令人印象深刻 我不相信有一张刀子嘴 的人会有一颗豆腐心 就算有 那也是硬邦邦的冰冻豆腐 可以砸死人的那种 电影 新喜剧之王里女主人公如梦 也为跑龙套 一直不被父亲认可 父亲骂他烂泥扶不上墙 把他的行李如数扔到楼下 让他永远都不要回来 女儿失落地离开家 走了没几天 父亲又偷偷地跟在女儿后面 来到片场看有没有人欺负女儿 生怕女儿挨饿受委屈 后来如梦成功当上了大演员 而父亲在台下默默掉眼泪 父母的恶言恶语 往往是不会表达爱意 不会说话的表现 有很多人常常把刀子嘴 豆腐心挂在嘴边 总觉得说在难听在狠的话都没有关系 可事实是家人根本看不到你的豆腐心 只看得到实实在在的伤害 比如孩子穿少了 你明明是担心 却在表达中带着强烈的攻击 你就坐吧 冻死算了 我不会管你 几句狠话下来 家人哪里看得到你的关心 最后孩子不愿敞开自己 亲子关系也变差了 别再用豆腐心去合理化你的刀子嘴 刀子就是刀子 带给孩子的只有伤害 讽刺和否定 举例 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人 你真的没用 早知道就不剩你了 去年发生这样一件新闻 有个00后的男孩子 爬上33楼楼顶 坐到了天台栏杆边上想要跳楼 起因是当天家里买了一台冰箱 送货员去送货到家里出了差错 孩子打电话问妈妈 也为信号不好说不太清楚 妈妈一急眼气得骂了一句 你咋这么笨呢 死了得了 孩子他爸也骂了他一通 这么大了 这点事都整不明白 男孩一时想不开 就爬上天台 幸好被民警救下 你能怪孩子玻璃心吗 其实不然 世界上最深的伤害永远是语言 有时候伤害了最亲近的人也没有察觉 这种心理上的折磨常常让人崩溃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脾气很坏的男孩 他父亲给了他一袋钉子 并且告诉他 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 就定一个钉子在后院的围栏上 男孩照做了 第一天他定下了37钉子 但慢慢的每天定下的数量越来越少 他发现控制自己的脾气 要比定下那些钉子容易 他告诉父亲这件事情 父亲又说 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脾气的时候 就拔出一颗钉子 一天天过去了 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 他终于把所有钉子给拔出来了 父亲说 儿子你做得很好 但是你看看那些围栏上的洞 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你生气时说得难听的话 就像这些钉子一样会留下疤痕 当我们对家人口出恶言的时候 就是把钉子钉进了别人的心中 而且这样的伤害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李宇棠说 说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们天天都在说话 并且不见得我们是会说话的 我们说了一辈子的话 试问有几句话是说得特别好的 孩子在一岁不到就学习说话 可从说话到好好说话 却需要很长的时间探索 学习 作为父母 我们很有必要温和的 理性地和身边人沟通 既是给孩子示范好好说话的重要性 也是让家庭幸福的关键 共勉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在我身边 记忆着竹容颜 你微笑的脸 是最美的诗篇 往事已默默重演 映在你的眉眼 你对我说 你对我说 月光下要坚强 时光吹散了少年 梦想在爱中点燃 落变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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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飘落在你的脚边 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遇见 我一直在忍着人 我一直在忍着你 我一直在忍着你消息的脸 用尽力气 我一直在忍着你 你努力奔跑就想再看你一眼 从此让我许愿你会回来 用力握住你的手 做你微笑的天使 等待会盛开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